朋友们,怎么去控制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一直是个难题 但是我解决了 AI现在可以让图片里的物品、角色或者场景做出特定方向的动作 行走距离、幅度大小、移动速度都可以通过模式画笔功能来有效控制 甚至可以设定角色的面目表情 精细到眉毛、嘴唇、头发、手臂等等任何部位 今天我还想教大家用这个功能截取影片的最后一帧来制作后面连续的影片 让你可以把故事按照自己的想法设定完整表达出来 不要错过本期影片 先给我点点关注 马上带你上车 OK,打开peaceworld.ai网站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在主页可以看到它最近有更新了一个VR的版本 主要是提高了AI对图片和文本的逻辑理解来生成一个影片 并且以前只能生成一个5秒的片段 现在是可以生成8秒了 OK,点击右上角的Try Peacefuls按钮 自动跳转到登录页面 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 来到生成页面 点击下面的Image to Video图片生成影片 来到编辑面板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里的Model模型 下拉框点击一下 选择Peaceworld V1 可以看到这里的魔术笔就出现了 使用这个功能可以让图片中的任何物品 任何角色做出指定方向的动作 来生成连续场景的影片 比如制作小电影 动画故事都可以 右边近景和远景的多镜头视频扩展的方法 在我之前发布的影片里面有详细介绍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感兴趣的朋友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OK,点击这里的Upload Image 上传一张海底图片 然后点击下面的Magic Brush 打开魔术笔面板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魔术笔来选择画面中的任何场景元素 来制定它的特定动作 比如我这里把这只海龟全部选中 左边是可以调整我们的魔术笔的大小 图片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物体被识别出来了 点击一下这里Bird前面的这个方框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海龟被选中了 它可能是翻译错了 把海龟翻译成了Bird小鸟 但是不影响我们选择它 然后来到图片的上面 点击这里Draw Magic Brush Decoration 可以指定海龟的运动方向 比如我想让海龟往右边游 OK,海龟的运动方向设定好之后呢 点击右边的Brush 2 第二个画笔 然后来到下面选择Water Other 可以发现图片上自动就帮我们选中了上面海水的这部分 而且跟海龟的选中颜色绿色是不一样的 变成了一个橙色的区域 我在这里要让背景和海龟往相反的方向移动 这样可以创建一个空间物体相对移动 带来视觉差异的效果 所以海水要往左边走 再来添加第三个画笔 选中下面的Send 可以看到图片上只是把底下 沙的一个区域给选中了 但是我想把旁边的这些鱼还有珊瑚也选上 来到左上角点击Select Magic Brush Area 然后把鱼和珊瑚都选上 可以看到选中的颜色也是跟底下的沙子的颜色一样的是蓝色 OK再点击上面 Draw Magic Brush Decoration 第三个区域同样是往左边走 这里有一点也需要注意的 可以看到这里的鱼方向是往左的 但是这一条呢 它是往右边的 所以我要把这一条鱼的方向也设置成跟海龟一样的 向右边 那就点击右边绿色的这一个魔术笔这里 然后点击在选择这个功能下 把这一条鱼呢 也选择上 可以看到现在这条鱼跟海龟选择的颜色是一样了 所以它会跟着海龟往右边游 这里还有一条 OK如果你选择错了 可以点击这里的撤回 旁边就是返回 而如果点击这里的刷新 就清空了我们刚刚所有的选择和设定了 可以看到右边我们最多可以添加六个魔术笔 用了不同的颜色来区分 OK再来检查一下方向对不对 绿色的是往右边 橙色和蓝色的是往左边 OK没有问题 可以点击这里的confirm确认 然后可以在这里输入提示词 比如海龟向右边游 还有fish swimming 鱼也在游动 OK再往下 可以看到这里有camera motion相机运动设定 水平垂直或者旋转 还有放大和缩小 运动参数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设定一个0.14或者0.18 每款AI工具擅长的方向不同 生成方法的随机性也不一样 一般运动参数的设置也要根据场景对象来定 比如我不想AI自由发挥的程度过大 想让影片的运动完全按照模式画笔的设定来 所以我就把运动参数的数值调低了一点 OK seed种子这里呢随机都可以 接下来htquality高清影片 如果打开了这个选项的话呢 生成影片的时间会多1到2倍 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积分 同样都是10个积分 OK点击create等待影片生成 OK影片生成好了 可以看到海龟是往右边移动的 而上面的海水还有鲨鱼呢是往左边移动 而且可以看到天空射下来的光线呢也是会有移动的 再来看看这里的小鱼它的移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最底下的一条呢移动的比较慢一些 然后有些呢就会移动的宽一些 像这一条也是移动的很慢了 OK如果我想让海龟继续游走 只需要截取最后一帧的图片 再来使用模式画笔设置运动方向 就可以生成不同的镜头片段 组合成完整的小电影了 但是海水和动物太简单了 下面我用人物场景图来做不同的镜头影片 OK上传一张场景对象更多的图片 可以看到图片中是一对父子在火车站里面告别 点击magic brush 可以看到在这张图片呢 系统就识别出了非常多的场景元素 比如person就是这对父子 可以设置一个轻微的向前的一个运动 这里要告诉大家 我现在画的这条绿色的箭头线是比较短的 因为我想设置一个轻微的移动的动作 让他们俩稍微靠近一点 那如果你要设置的动作运动范围比较大的话呢 你的这条箭头的线就要长一点了 那如果是旁边火车的移动呢 我可以把箭头线拉长一点 点击一下train 可以看到两边的火车呢都选中了 但是我们忘记了在第二个画笔这里添加了 先取消选定 然后点一下右边的第二个画笔 再点一下train 火车呢就变成了一个红色的 然后我需要这边的火车往这个方向 一个比较大的长的线 因为我想让火车运动的快一些 所以我的线就拉的长一点 可以看到因为这一个火车呢 也是同样的橙色 那它就会按这个方向来移动了 所以我们要另外做这个火车的运动 点击右边第三个画笔 这时候我就用自动的选择来选中这个火车 先来到左上角点击一下Slam Magic Brush Area 然后可以调整画笔的大小 再手动的选中火车 有些地方轻微的没有选上是没关系的 OK再点击Jaw Match Brush Decoration 然后左边这辆火车的方向应该是这个方向 同样的这条线我也拉长一点 OK再来添加第四个画笔 可以看到底下还识别出来了Backpack 也就是背包 背包我可以让它往上面轻微的移动一下 画一条短短的箭头 再来看一下这里的Selling是顶部 顶部呢就不需要移动了 所以我把它取消选择 Rail Road就是轨道 轨道也是不动的 Platform站台 站台也是不需要的 Light灯光上面的吊灯 吊灯就跟背包一样往上轻轻的移动就好了 是同一个颜色是画笔4 大家可以看到场景对象多的话呢 我们能做出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多样的 OK点击右下角Confirm确认 再把提示词这里删掉 对于复杂的图片 我们不太会描写提示词的时候 可以通过一些AI工具来识别这个图像的提示词 比如CRT网站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其实有非常多的网站都会有一个识别提示词的功能 点击蓝色的创作按钮 来到左边图像描述这里 把图片上传过来 点击下面的创作 可以看到结果里面呢有两个提示词 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个 来到右上角可以点击一下这个翻译成英文的按钮 然后把你选中的提示词复制一下 回到Peaceworth 粘贴到提示词输入框 OK下面的设置可以保持不变 点击create等待影片生成 OK结果生成好了看一下 他们在离别拥抱 儿子靠近了父亲 腿部移动也很自然 两边的火车快速行驶 OK把影片最后一帧截图保存下来 准备制作他们拥抱之后的镜头场景 但是先要把这张图右下角的水影去掉 并且还要提高一下图片的清晰度 OK来到Playground网站 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在我以前的影片中也有详细讲到Playground的图片生成功能 还有它的图片扩展功能都非常好用 来到右边的头像这里单击一下 在下面的Keras画布这里点击create on Keras 来到它的画布生成面板 OK来到上面的第一个按钮 导入图片 点击一下 选择from computer 把刚刚的截图导入进来 按住键盘的control键可以放大和缩小画布 按住空格键的话呢 可以拖拉画布 这个紫色的框是图像生成框 可以把它拉到旁边 下面是提示词输入框 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生成图片 我们使用Playground的图片扩展功能 放大一下我们的图片 点击上面橡皮擦这里 选择simple eraser 然后把水影擦掉 OK再点击键盘的G键 掉出刚刚的生成框 把它拉到图像上面 点击一下图像右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图像的尺寸 它的宽度是749 所以要把生成框的宽度呢 也改为749 OK把它对齐 空格键拖拉画布 然后点击这里的out pay重绘按钮 把我们擦除掉的地方重新绘制出来 OK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完全看不出水影擦除的痕迹了 Playground可以在不损失画质的前提下 重新绘制图片和扩展图片 并且可以不带水影提高图像的分辨率 每天免费生成50张图 是一款我用的比较多的AI图像生成器了 OK把生成框拿到旁边 右击图像 选择up scare 右边就出现了两个选项 creative就是它升级之后呢 会有一些AI的创意在里面 subto就是微妙的 我们选subto 单击一下 OK往左边拉一下 可以看到图片的清晰度就提高了 点击下面的download 把图片保存下来 回到peaceworth网站 把刚刚做好的图片呢 导入进来 通过提取影片最后一帧的方法 来制作接下来的场景动作 对比直接的图像生成影片来说 多了一个步骤 也就是魔术画笔来控制图片中 背景和对象的运动 OK点击下面的Magibrush魔术画笔 同样的方法创建不同场景对象的一个运动 来生成持续的场景片段 OK设置好 点击右向角 Confirm确认 提示词还有下面的设置都不需要改变 点击Create等待影片生成 OK影片生成好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父亲呢也是恋恋不舍的 用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连续片段 再介绍一种用法 魔术画笔可以调整影片里人物的表情和动作 角色就会按照我们的故事设定来走了 上传一张人脸图像 OK我们可以通过魔术画笔来调整模特的脸部细节 包括它的表情动作神态 点击Magibrush 下面它识别出来的都是比较大的物件 比如Person它就识别出了整个人 还有Window 窗户 还有墙壁 那如果我们是调整模特的脸部细节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手动的选择区域了 取消勾选这些 调整好画笔的大小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嘴唇 让它做一个微笑的动作 然后点击这里添加一个箭头 向下 这个箭头是不能太长的 不然就削得太夸张了 OK添加第二个画笔 选择上嘴唇的区域 画笔太大了 撤回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OK添加一个上嘴唇 往上走的一个方向 OK再添加第三个画笔 这时候可以选择它的眉毛 也是往上走的 因为笑起来会带动眉毛嘛 把两边的眉毛区域选上 添加一个向上的箭头 也是短短的箭头就可以了 因为脸部的动作不需要太大 还有两边的头发也可以选择 让头发往外面走 像有风在吹的感觉 OK另一边的头发 这里的耳环也可以选上 也是往外走 OK设置好了之后 点击confirm确认 提示词清空一下 可以写上这个女孩正在微笑 OK下面的设置不变 点击create等待影片生成 其实动作手势也可以通过 魔术画笔来调整 把模特的图像删掉 我上传一张经典的图片 点开画笔 选中整个手臂 让它往下走 OK确认一下 提示词这里很简单的描述一下就OK了 OK点击create等待影片生成 来看看模特笑起来的样子 可以看到嘴巴是微微张开的 眼睛和眉毛也会有轻微的动作 两边的头发呢 有一种被风吹开的感觉 非常的性感 如果想让动作幅度更大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魔术画笔面板里面 把箭头拉长一点 另一种办法就是把运动参数调高一些 OK可以看到手臂是往下走了 很神奇的是 左边的手臂我们没有给指定的动作 但是呢 它也会根据最终的成果 有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我们可以对世界名画来做二次创作了 这个功能还有很多的应用方向 以后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肯定也会越来越可控 OK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